长相貌美的姐妹俩从出生开始就胯部相连 穿胖刺都只能用绳子绑起来 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 两人都必须在一起 如果其中一个要上厕所 另一个也只能陪同 父母没有抛弃她们 并不是爱心女儿 只不过是把她们当成了摇钱树 每次镇上有什么聚会或者派对 姐妹俩就会以歌手的身份出演 靠着她们猎奇的外形 和甜美的歌声获得不少收入 可每次赚到的钱都没到她们手里 父母会把她们的血汗钱拿去吃喝玩乐 姐妹俩也只能任劳任怨 即使两人生活不方便 她们依旧坚强 并不会因此放弃生活 这天妈妈催促着姐妹俩起床 今天有一场特别演出 要去生日派对上给寿星唱歌 姐妹俩脸也没洗就得走了 纯素颜依旧美丽动人 她们除了外形猎奇以外 如果其中一人身体不适 另一个也能感同身受 妹妹在车上不停地吃东西 姐姐就会劝她别吃了 虽然两人身体相连 但性格和思想却大相径庭 姐姐向往脱离妹妹的自由 妹妹却只想和姐姐永远连在一起 不想让生活有任何改变 安安稳稳地持续下去就好 姐妹俩截然不同的想法 势必只能实现一个 在生日派对上 姐妹俩一盏歌喉 唱着不要扼杀她们的梦想 要让她们自由地飞翔 不知道她们唱出这些歌词时 内心会有多么煎熬 受心缓缓靠近她们 用手触碰姐妹俩相连的地方 其实每个人都很好奇 她们如何连体的 毕竟连体应大约每20万 才会出生伊丽 这引起了医生的注意 她询问姐妹俩的爸爸 为何不带她们接受治疗 爸爸又怎么可能如实回答 让医生别没事找事 医生却坚持想让姐妹俩得到治疗 对他们表示可以免费做检查 说完就递给了妈妈明天 很快就被爸爸没收 姐姐把这一目镜收眼底 医生或许是能帮她实现自由的希望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回家的路上 姐姐向爸爸讨要明天 但爸爸油盐不尽 坚决不同意 还CPU姐姐 很多正常人都会穷得跟狗一样饿死街头 你们正是因为猎奇的外形 才能赚得盆满钵满 不愁是川 姐姐面对蛮不讲理的爸爸 企图直接抢名片 却立马被制止 内心感到苦闷 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为什么就这么难 可她不想就此放弃希望 在第二天的演出上 姐姐就是不开口唱歌 为了赚钱 妈妈只好拿名片给她看 姐姐看到她们妥协 开心地唱起了歌 事后 医生给姐妹俩进行了体检 发现她们并没有相连的器官 完全可以做分离手术 而且会百分百成功 并表示能给她们免费做手术 姐妹俩只需要出过来的车费就行 长得这么好看 却要像残疾人一样生活 如果她们能恢复自由身 生活质量会上好几个层次 这让姐姐看到了希望 然而回到家后 爸爸却一言不发 姐姐以为爸爸是嫌要出车费 姐是只需要二十块钱 就能改善生活了 但爸爸依旧闷不吭声 姐姐迫切奔向自由 然而爸爸的回答却是 家里没钱 姐姐傻眼了 去年就争了八万欧元 怎么可能会没钱 一定又是被爸爸拿去赌了 更何况他们已经成年了 可以自己决定人生 真的不想再被别人冷眼相待 她受够了 可爸爸的回应彻底让姐姐寒心 她说如果你们分开了 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没了 姐姐对爸爸大失所望 你们有手有脚 为什么不能自己赚钱 妇女二人大吵一架 妹妹在一旁闷不吭声 她很清楚姐姐为何 如此强烈地渴望自由 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男人企图玩三人行 不停让连体姐妹喝酒 看到姐姐一饮而尽 直接坐到了她身旁 企图和姐姐探讨人生 妹妹察觉男人心怀不轨 以口渴想喝水为借口 支开了男人 接着就给恋爱脑的姐姐 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把她打醒 意识到男人只是对她有感觉 并不是对她有感情 这让她回想起生日派对上 男人假借经纪人的身份 故意接触他们 夸他们唱歌很有天赋 天生就有优越的歌喉 而且她有门路 可以让姐妹俩走向全世界 赚钱完全就是小意思 感兴趣的话 随时可以到她的私人游艇上 商量一下签约的事情 姐姐一听到可以走向全世界 这正是摆脱父母控制的好机会 立马就心动了 还能轻松筹钱做分离手术 开心地睡不着 和妹妹躺在床上 告诉了妹妹分离身体的决心 她已经受够了连体的生活了 而且已经成年了 应该分开了 这样才能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情 就算身体不舒服 喝酒喝到人养麻烦 也不用再担心另一方 可妹妹却不想和姐姐分开 她习惯了连体的生活 分离的话意味着 不能一直和姐姐在一起了 却觉得妹妹看得太表面 如果可以恢复自由身 就能去世界各地游玩 不会再被冷眼相待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谈恋爱 而且摔跤了也不用再担心起不来了 等到天一亮 妈妈发现女儿们离家出走了 而且还收拾了行李 显然是不打算回来了 如今的姐妹俩开心地骑着小摩托 去追寻自己美好的未来 一起计划着恢复自由身要做的事情 开到半路结果摩托车报废了 无奈之下 姐妹俩只能下车走路 自由的意志支撑着 她们走了很久很久 终于来到了海边 随即联系了经纪人 对方很快就来迎接她们 姐妹俩如愿来到了 经纪人的私人游艇上 经纪人还装出暖男的模样 贴心地帮她们脱掉鞋子 出出茅庐的姐妹俩 第一次见到丰富多彩的世界 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 游艇上聚集着众多美女 她们随着音乐随心所欲的跳舞 这更加坚定了姐姐的念头 经纪人一上来不等姐妹俩说话 就给她们灌酒 非常急不可耐 得知她们是想预知薪水后 不仅不拒绝 还很爽快地答应 以签合同的名义 把她们约到了房间里 从保险柜里拿出厚厚的一叠钱 告诉她们如果想要得到 就把酒全部喝完 姐姐立马把酒一饮而尽 经纪人不停灌酒 姐姐也来之不惧 见时机成熟 经纪人坐在了姐姐身旁 妹妹大呼不妙 赶紧以口渴为借口支开了她 面对上头的姐姐 直接给了大嘴巴子 把姐姐骂醒 两人趁经纪人不在 偷偷拿走钱塞进包里 小心翼翼地跑到了甲板上 可如今四面都是海 她们似乎没有退路 卷钱跑路的连梯姐妹 被逼无奈选择跳海 然而完全不会游泳 加上胯部相连行动不便 两人扑腾半天 很快就体力耗尽 沉到了海里 装着巨款的包也飘了起来 一张张钞票被海水冲到了海岸边 所有人纷纷跑来捡钱 正好发现了被冲上岸的姐妹俩 爸爸得知后赶来把她们带了回去 这并不是心疼女儿 而是找到了新的商机 没等姐妹俩休息一下 就给她们化上了妆 随便给她们吃药凑合一下 然后就把冰块塞她们手上 这并不是给她们消水肿 而是要割下她们长新的肉 完全不把她们的命看在眼里 一味地把她们当成了摇钱树 以姐妹俩跳海还能平安归来为噱头 骗当地的居民们施舍换取长命百岁 大家都抢着摸她们的手心 姐妹俩手心不停流血 早已万念俱灰 在人群中行尸走肉 姐姐不堪重负 决定拿命反抗父母 用刀扎进胸口 大家瞬间乱成一团 终于停止了荒谬的行为 妹妹悲痛地把姐姐抱在怀里 等到妹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里 身边也已经没有了相伴18年的姐姐 她摸着不再相连的胯部 恐慌地爬下床 连忙拔掉管子 还没从脸体中缓过来 迈着僵硬的步伐四处寻找姐姐的身影 不知找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姐姐 她走了过去 躺到姐姐身后 轻轻地抱住了她 唱起了熟悉的歌 她们终于迈开了改变生活的第一步 尽管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美好 未来也似乎还是在一片迷雾中 电影主要讲述的是连体姐妹的命运故事 她们互相羁绊 互相扶持 但同时也是互相禁骨 从路人角度来讲 她们是一对残障人士 但从父母角度来讲 她们可以用猎奇的外形 为家里获取收入 生活质量远胜于邻居们如同狗一般的生活 连体因大约每20万才出生一例 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确实很罕见 然而却完全可以当成亲密关系的隐喻 探讨自由与羁绊 从这一点上 电影把这个层面的深度诠释得很到位 连体的极端情况 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极佳角度 人性的贪恋 正是导致姐妹俩不幸的根本原因 辛苦赚来的钱都被爸爸拿去赌 其他的钱妈妈拿来买奢侈品 口中的没钱 也只不过是虚伪的父母编织的借口 整日游手好闲 把猎奇外形的姐妹俩当作商机 不断压榨他们 生理上的缺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们的吸血鬼父母 还有那群迷信的居民